今年要送的東西 我覺得像我自己 以我個人來說 我除了要送電視台長官 還有一些製作人 包括經紀人公司有沒有 然後甚至是到自己的 親朋好友通通都要送 那我覺得 對 送禮是不分年齡的對不對 我覺得 上次電視台長官 下次小鐘哥 通通都可以送 下次小鐘哥 下次小鐘哥 最好是你水果底下塞一些錢 因為這種進口的水果 基本上你收到 你就知道它已經有一個價值 對 那個水準很高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送水果 要有一個小心的地方 像是我曾經就有收過 人家送我水果 可是那個蘋果我切開裡面 竟然爛掉了 對 可是當下的你就會很尷尬 你就不好意思跟送禮的人講 所以我覺得水果選廠商就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在選擇水果的時候 我一定是選擇那種 就是實俏不能太久 每一個都這樣講 沒有 真的喔 你真的水果好的品質不一樣 像這一間它最厲害的是 它送過來它會先挑一次 假設水果有扣傷 或是大小不異 它會先精選挑過之後 先放到他們冷藏庫冷 等到這樣包裝要送禮盒 送給客戶的時候 他們還會再第二道工法 再挑一次 因為我們放在冰箱裡面 水果有可能會變 對 凍傷 所以它在第一道程序 跟第二道程序 都是精湯 細血的狀態下 你真正收到水果 像是要想這個葡萄好了 日本最有名的麝香葡萄 你要看葡萄新不新鮮 你看它的地頭 你看一下它這個地頭 你看 這上面 頭 它的頭都還是這種 鮮綠色的 對 然後整串葡萄 你買回家 它先幫你把葡萄穿衣服 所以收到會很開心 你把它拿出來之後 你會發現 好的水果 它是整串是不會掉火的 我拿出來之後 是整串紮實 表示它是新鮮的 然後當你吃到嘴巴裡面的時候 就是那種 色香葡萄的香氣 而且沒有任何一顆是軟掉的 好高級的味道 是Q的 好紮實喔 而且我們剛剛吃過甜點之後 再吃這個還是甜的 對 人家甜度真的很高 所以要選水果的話 我覺得色香葡萄 就是一個非常熟選 因為基本上看到這麼大顆又新鮮 它就是一定的級別就在 別人會收到心態 你會知道你的心意 好脆喔 對 然後再來一個 我覺得很適合過年 就是鮮紅色的東西 這個是得到的 水蜜桃草莓 它可能一般到日本 去吃到的草莓不一樣 它是水蜜桃草莓 這個是最高檔的品種 為什麼叫水蜜桃 因為它就是在那邊特產 它尾韻的時候 會有帶一點水蜜桃的香氣 會有尾韻喔 對 會有尾韻 然後你咬下去 那個草莓也都是沒有任何軟爛的 它是Q的 怎樣怎樣 然後多汁的 這是我這杯子 是不是我最好吃的草莓 真的 天啊 它光聞的香氣也很好夠 然後你的水蜜桃 就不舒服 對 真的 好好噴氣對不對 我可以再多吃一顆嗎 拜託 而且你會發現 真的新鮮的水果 你看它的草莓 它的蒂頭也都是鮮綠色的 對 天啊 所以當你收到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它是非常新鮮 它有豬肥油 它是嚇人的 它沒有 因為這就是最頂級的草莓 所以當你收到這個 水蜜桃草莓 它是長得像這樣圓嘴狀 你就知道它是草莓界的 最高檔的愛媛 我通常都連這個蒂頭一起吃 可是你一定要洗乾淨 很營養 然後就像你剛剛講的 它的綠跟它的翠綠 它有一些漸層 都是新鮮的 就看這個蒂頭 對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水果廠商 我覺得你一定要先知道 它的水果出來的品質 你才可以知道它的新鮮度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 我覺得就是 哈密瓜 哈密瓜送給這個長輩 也非常適合 這個是 它也是直接從熊本空運過來的 所以哈密瓜你會發現 熊本哈密瓜最厲害的是 它這個側邊 你會看到它的果皮是薄的 果肉是厚的 所以你一咬下去 是整個哈密瓜都炸出來 你要截它 水會炸出來 我用這個 你要截 很香 那個聲音 太誇張了 是熊熙對不對 吃太快了吧 我真的水分多到 我真的有點嚇到 像是西瓜一樣嗎 對 而且入口即化 對 然後那個香味 我跟你講它為什麼甜度會那麼高 你知道嗎 它是通常是我去日本採訪過 它是一整棵哈密瓜樹 它只種一個 一個樹的養分 可以養它 它把所有的養分都灌到這個裡面 所以它的甜度才會那麼高 因為整棵 一整棵樹 你假設 所有的養分都給它 有20個哈密瓜 它會先淘汰第一批 它覺得第一批 這個不夠 不夠漂亮的 在成長過程 它就把它拔起來 它會拔掉 拔掉最後只剩 一直淘汰 淘汰掉 整棵樹可能只剩下一棵哈密瓜 夠那個條件 又或者 幸運一點 可能一棵樹 有兩棵三棵哈密瓜 夠那個條件 對 所以它其他的就比較 就淘汰掉 所以為什麼日本哈密瓜這麼貴 其實它們是從栽植的時候 就開始非常細心 就跟一般我們看到的那種哈密瓜 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它每一顆都可以吃到它的甜度 然後再來我覺得最棒的是 送禮我們送到收到這個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發現 就是好的水果上 它真的是從日本空運來的 它會有原裝盒 你看 有熊本熊 所以你如果要送禮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這種原裝盒 就兩顆熊本熊的哈密瓜 直接送到別人家裡 然後它上面還會幫你採這樣斷袋 像這個草莓 你看 所以你收到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高級的感覺 然後另外假設像有些 我想要送草莓加這個葡萄對不對 我可能要一半草莓 一半葡萄 它就可以幫你分開 對 它可以客製化 所以你可以自己選擇你要的水果 然後甚至是因為這一間廠 它品質已經很有保證對不對 像疫情那一段時間 有很多人是在國外 他沒有辦法出國 可是他又想要送禮給 自己在台灣的家人 他們可以直接線上訂購 然後他們直接幫你送到那個人家 然後你還可以自己客製化小卡片 就是會有一張小卡片 可以自己寫上去 就是可以把它貼在上面 所以你可以寫很多 自己想要講的話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當送禮的 還滿棒的 所以它每一顆還有 包括它每一個都沒有扣傷 就是沒有任何的爛掉 或是凹凸不平都完全沒有 所以我覺得收水果就是 我們送禮的人一定要記得 就是看一下它水果的品質 不然收到其實會滿尷尬 而且草莓一定要慎選 對 不然它很容易發霉 而且一發霉是整窩都發霉 對 所以在送禮的時候 我覺得水果大家要注意這些小細節 然後還有一個禮 我是覺得可以送你們家的 非常長的長輩 叫做羊羹 多長 越老的阿公都OK 對 因為牙齒不好 沒有牙齒的都可以 他們如果吃烏魚知道嘴巴刷 來 換吃這個 吃羊羹 而且這一根羊羹 你送給阿公的時候 可以跟阿公說 祝你長命百歲 因為這個 羊羹已經五百歲了 這一間日本 太久了 非常有名的羊羹店 它到現在 它是 西元一千五百年創立到現在 對 它是有五百年歷史的羊羹 牧羽生奇 它的羊羹很美 然後它唯一留下來 就是從以前傳到 就是歷史記載上面 它有記載就是 1694年的一個口味 就是這個 哪一個 聽說那個口味 那個 是之前的現場嗎 牧羽將軍 因為這個羊羹 以前是皇室御用的 所以它在歷史上面是有記載 這一間品牌的羊羹店 還有包括他們的用料 通通都是有記載 然後這個 葉芝梅這個羊羹 是從以前就流傳到現在 也有兩百多年了 它跟葉芯梅有關 葉芯梅有關嗎 我爸媽當時就是吃完了羊羹 以後生效嘛 葉芝梅跟葉芯梅比較厲害 葉芝梅 我們跟它致敬 對 但是葉芝梅這個羊羹 它裡面沒有梅子 你會以為它是梅子口味對不對 沒有 它其實取名是來自一個 日本的歌曲 然後它的意思就是說 晚上的時候我們在看梅花 其實你是看不太清楚的 對 但是你的鼻子是可以聞到 梅花的香氣 所以這裡面的主要原料是紅豆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肉眼看不到紅豆 但是當你吃進去 會說那個紅豆的香氣 我會覺得很像在吃紅豆泥 有 那個意境在 對 有那個意境在 而且它還有梅子的香氣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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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芝梅 我剛吃完葉芝梅 她剛剛不是說美育嗎 她沒有梅子 葉芯梅有 你有看到葉芝梅的香氣嗎 然後這一間羊羹味怎麼這麼有名 它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遵循古法 你們現在所吃的 每一口羊羹都要花三天的 時間做成 你會發現它後面那些原料 都很單純 所以它是非常要溫度 濕度 控管好才可以成形的羊羹 所以這個羊羹在日本來講 就是企業界 老闆之間企業在送禮用的這個羊羹 所以說最頂級的 對 最頂級的羊羹 然後這個羊羹 它每一年都會出特別款 像今年是兔年對不對 它就有出這個 兔兔兔案 好可愛 看它就不來 對 對 是專門兔兔兔年的 然後它還有櫻花板 然後還有富士山 有富士山圖案的 就各個造型的圖案 其實到日本都可以買得到 好 好的 買 來 買了 買了 2023年新年快樂 我是唐淇洋 Happy New Year 想知道新年運勢如何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帶你掌握個性做運勢喔